有些朋友看悬疑剧容易错过细节 怎么办呢 跟大家分享个方法 我们先来讲一个信息 柯南办案的时候喜欢说一句 凶手就在我们之中 今天一也是一样 办案时喜欢喊 赌上我爷爷的名义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是为了给自己打气 或者这是他们标志性的口号 必须要讲 还是有什么心理暗示的作用呢 换个角度你就明白了 这些话都是说给观众听的 因为这是影视作品啊 你想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 一个侦探发现了凶手就在我们之中 除非是要打草惊蛇 否则肯定是不声不响啊 悬疑剧经常出现独白 堂白那也是说给观众听的 比如发现了一样凶器 侦探会自言自语一番 因为得说出来啊 不能只有剧中的侦探懂 也得让观众懂啊 你说这一个人站在那 内心有的结果 观众也猜不到呀 自然一头雾水 所以主角不是在自己闷头破案 他要跟观众同步信息 今天这期算是硬知识吧 抓住这些剧本同步信息的方法 喜欢悬疑剧的朋友 可以不再错过那两个充满魔力的字 细节 我们以国内比较火热的剧集为例 16年的法医秦明 很多朋友看过吧 咱们就引用一下开头的段落 你就知道这些方法了 第一种方法 对白 也就是剧中的人物对话说台词 小吃街上发生了一起案件 发现了一个怀疑是人类的手 秦明和林涛聊案情 鉴定时也在和林涛聊 对白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案件信息 如果说是人手的话 好像细了点小了点 说是鸡爪巴 好像要大了一点 如果是女人的手的话 经过油炸之后 完全可能来做到这样的大小 这些信息本来可以不说 或者小声说 在车上说 但这些对白 让观众弄清楚眼前的状况了 他们聊案情 其实是在以这种方式跟你同步信息 不是在自己分析 相比之下 推理据给的信息量特别的大 所以你得仔细听 第二种就是我刚才说的 独白旁白 再加上一个自言自语 比如秦明的这一段 切面整齐 有可能是被菜刀砍的 如果是用菜刀的话 那切实体的人力气非常的大 这段话好像不是说给旁人听的 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但其实是说给观众听的 因为旁边的林涛作为刑警 大概率知道切面整齐 人的力气应该很大 但是观众不是刑侦专业的 所以这句话要帮你在头脑当中建立一个形象 凶手可能力气非常的大 那么那些内心独白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种 画面 看悬疑剧呢 大家都有经验 不能错过某些画面 尤其是看似跟剧情无关的画面 因为导演选择把这个画面展示给大家 有它的意义 举个例子 比如给到的这两个画面 菜刀切肉还有剁鸡爪 秦明口中说的菜刀是个什么样的刀 他脑中的切割画面是个什么样的画面 这是在帮观众建立画面 所以有些你觉得突兀的镜头 是对信息的有效补充 第四点叫做其他 有些朋友不乐意了 你是什么玩意 怎么还来个其他 这个的确比较笼统 因为还有一些技术手段 比如音乐的节奏 破案时音乐都很紧张 快速的剪辑 那提升紧张感 压迫感 还有常见的 侦探调查时去到某个地方 没啥异常 但总体感觉气氛很诡秘 最后发现果然有问题 这都是用技术手段来传递信息 没错 说起来蛮简单 大概就这么几种方式 有些朋友说 那我就是个观众 我了解这些剧本知识干嘛 因为带着这个思考方式 再去看一下推理剧 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你不会轻易的错过什么信息 不信再回头看看 你熟悉的悬疑剧桥段 看看有哪些被你错过的 细思极恐的细节 有些朋友说 那掌握这些方法 是不是就肯定能写出好的悬疑剧呢 未必 行业里面普遍都知道这些方法的 但有些剧成为经典 有些付诸流水 都是一把刀 刨丁能解牛 我却被牛撞断了腰啊 所以像一位前辈跟我说的那样 所有人都是在按照同一种方法做事 但行业里的大师就那么几个 可能真的有天分一说吧